杨林在帅虎堂上审问成达幽金 什么也没问出来 问他的同伙不说 问他把黄杠银放哪去了 他不讲 要给他动刑他不怕 你要一动刑他就想要自杀 杨林一看这个人争不熟煮不烂 那没有别的我就杀了你 马上吩咐推出去斩 靠山王杨林一声令下 两旁边有人过来 就把秦琼推推嗓嗓推到了圆门之外 埋上一颗庄约 把他捆绑在庄绝之上 周围有很多的官军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这叫弹牙发场 有人进来问靠山王 说这个人被杀咱们还放追魂炮吗 杨林听到这里沉思了一会儿 说实在的 杨林这个人 一生当中 就有这么一个毛病叫做毛病也好 叫做他的个性也好 杨林有爱将之疲 尤其是练武艺的人 谁要是练得好练得初衷 他有打心中那么喜欢 包括他现在仗下的十二家太保 那都是在他手底下篇复将官里头练武艺的佼佼者 他看着不错 一喜欢收干儿子了 收那么十二个 那么今天他一看见秦琼 这对双俭跟他交手这十几个回合的过程里 杨林想这个人好武艺呀 他受过名人指教高人的指点 可惜了的这身武艺在他身上 他当了贼了 如果他要是我大随朝的哪个地方的官员 我就把他调到我的帐下来 这个人好功夫 可是现在这身武艺白练了 脑袋要搬家了 所以杨林哪 出自一种同情心也好 是怜悯心也好 杨林就跟手亲人说了 给他放三尊追魂炮吧 放弯炮之后再行斩杀 是 这下边人出去了 倒在原门之外 旁边准备好了三尊追魂炮 跪的手 身穿大红 头插一根直截灵 手中抱着 鬼头刀 站在秦琼的旁侧 秦叔宝一看这个阵势 他抬头往周围巡视了一番 耳畔边就听见一声追魂炮响 嗤 一声追魂炮响之后 秦琼心想 完了 我的人生道路到此就算是终结了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 我秦琼最后死在了沿海灯中城 这正是人们所说的 生有处死有地 先造死后造生啊 看来我今天落在这儿 就死在这儿了 秦琼此时此刻 想起了自己的老娘 想起了自己的妻子 想起了自己的孩子 秦琼想 恐怕我的母亲 我的妻子 在家里边还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上灯州来呢 唉 为了大家 为了朋友 我秦琼走上这条路 知道 应该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最好的终结 秦琼此时此刻脑子里边 想了很多 就在他思索的过程当中 耳畔边又听见第二声追魂炮响 第二声炮响过之后 秦琼这点什么也不响 秦琼就等着了 等着三声炮响 跪着手 把刀一举 人头落地 就在这个时候 忽听见 在这法场外边 马化轮铃响 犹打外边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骑着马 身后带着十几个随通 这个人骑着马 来到了这法场外头 甩凳林安下了座忌 问谈牙法场的官军 说这里边杀谁啊 官军们说 常野你小谷山骑荒杠的 小马被抓住了 哦 被抓住了 现在就要杀他吗 对 绑在庄杰上 要杀他 来的人是谁啊 是杨林手下 也是杨林最信得过的 一个中军官 此人服姓上官 单字鸣笛 这上官笛干什么去了呢 他是奉了杨林的命令 到山东各地 去催办粮草去了 身后边带着十几个随从的官军 所以他赶回来之后 一听说杀常野你小谷山 结荒杠的香马 这上官笛 马上一分众人 他就进来 上官笛人 等一会儿 让我看看 我看看这个香马 是什么模样 这下天来 整个登州城 整个山东地界 乃至全国 都在传说 常野你小谷山 结荒杠的事 这是个大案子 上官笛说 这个小子 这胆子得多大 敢把黄杠人给截了 闹得我们昼夜不安宁 这回被我们逮住了吧 我瞧瞧 感觉黄杠的这小子 他长得什么样 跟一般人是不是一个模样 所以这上官笛就进来 上官笛进来之后 他奔着秦琼这就来了 秦琼被绑在庄绝上 他正往周围看着 脑子里边正在想啊 先想三声炮一响 眼睛一闭把头一滴 我就算完了 我这一生就这么结束了 他看着看着 忽然一看油打外边 走进一个人来 这上官笛向他走来了 走进来的时候 秦琼一看 呦 秦琼认识上官笛啊 秦琼先想 诶 这不上官笛吗 秦琼想 这上官笛走跟前 别把我认出来啊 虽然我现在这个脸儿 已经染了色了 胡子也改了色了 以防万一 他要把我认出来 我这一番心计就白费了 所以秦琼一看上官笛 要走进了 他把头低下来 秦琼把头一低 他不看上官笛 上官笛就来到了 秦琼的跟前 上官笛啊 没认出秦琼来 因为秦琼这脸 抹得清不清 黑又不灰的 不是正经婶 他弄了一层 胡子也染红了 山官笛在秦琼面前一战 哎 我是啊 你就是那个结黄杠的吗 秦琼不说话 光点头 为什么呀 秦琼都和解 我别说话 万一我一说话 他从我的声音里边 要是听出是我来呢 那也不好办 秦琼点了点头 山官笛说 你叫成达 秦琼又点了点头 你小子胆不小啊你 啊 你敢把国家的四十八万两 黄杠银给揭露 嗯 你简直是了不得了你啊 怎么样啊 终于被我们捉住了吧 难免一刀 把脑袋砍下来吧 啊 你这叫以身试法呀 最有应得呀 对不对 秦琼不言语 还等着低着脑袋 哎 头抬起来 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 秦琼不抬头 秦琼心想不抬 一抬头万一你认出来呢 这上官笛一看 秦琼不抬头 上官笛还来得气了 怎么着 我让你抬头 我看看你不行啊 你给我抬起头来 上官笛随着说话 他用那个手啊 一怼秦琼的脑门子 那一直让他抬起来 你给我抬起头来 他这么一怼的 这是夏天 天特热呀 六月二十四节的黄康 过了这么一段时间 现在已经是七月半头 正是福田 秦琼在这背绑子这 已经是出了一脑袋汗了 身上都是汗 上官笛拿手这么一怼他的脑门 他的脸上抹的都是色啊 秦琼抹那个色 这一出汗 上官笛拿手使劲这么一怼 怼出一个手指头印来 这一个手指头印就露出本着色来了 把秦琼那个原来的姜黄脸 那姜黄色露出来了 上官笛的手指头上 沾了一下眼色 上官笛一推 你看 这小子这脸怎么还涂的闪啊 你们知道不知道 旁边包括那柜子手 还有弹牙法场的人 大伙都弄了 这是我们不知道 这小子这脸这么抹的闪 这不是本啥 上官笛说 这不是本啥 本目也不这样 小子 那这个挺能耐啊 还会把脸染咯 来 打喷水来 给他洗脸 秦琼一看完了 要洗脸 旁边有人过来 大力一喷水就过来 这就给秦琼洗脸 这一洗脸 这脸盆里边的水 这色都下来了 哎呦江湖乎的全眼上 胡子也脆晒了 上官笛一看 这胡子也是染的 洗 给他洗干净 洗透了 我看他本啥什么样 瘾死了 你还不露本目呀 想得好 一下子换了三盆水 这三盆水 给秦琼洗干净了 旁边有这官军过来 拿手去 还给他把脸这么一擦 把胡子这么一蹭 秦琼还在那低着头 把人脸露出来了 胡子是黑的 脸是黄的 他还低头 上官笛呢 一看 你低头啊 我往底下看 我看你是谁 上官笛往底下一瞧 哎呦 这不秦二哥吗 秦二哥 是你呀 上官笛这一说秦二哥 秦琼这脑袋就不能再低着了 秦琼心想 现在啊 藏不住蒙不住了 秦琼把头就抬起来 秦琼一抬头 上官笛一看 秦琼一抬头 秦琼一抬头 你怎么上这来了 你怎么成了承达邮金了 啊 这是你接着还干吗 这不对呀 秦琼一抬头 你疯了 你傻了 啊 上官笛马上告诉盘管的柜子手 何良 这人可不能杀 这里边有误会 马上告诉盘管 弹牙发场的这些冠军 我跟你们讲 谁也不许再点这第三声炮 我马上找王爷 我得给他讲清 把事情的本部员 要给他说清楚 这里边 这里边有事 这上官笛匆匆忙忙 由他这发场 直接购奔帅胡堂 来到帅胡堂上 胡堂就跪下了 王爷 外边那个人不能杀 上官笛风风火火的 这一进来 跟杨林这一磕头 一说这句话 把杨林也给弄愣了 杨林一看 上官笛回来了 别的话什么不讲 崔良的事一句不说 先说门口那人不能杀 杨林说上官笛 你不是崔良去了吗 怎么回来之后 先说原文外的那个人 不能杀 王爷 您不知道 原文外那个人 他不是杰黄杠的乡马 嗯 杨林一听乱了 上官笛 何出此言 王爷 我跟你说 那个人就秦穷秦叔宝 那是我救命的恩人 您忘了吗 头七年我不跟你讲过吗 那回 您跟北平王罗义 送给他一套盔甲 我送去了 回来罗王爷 给您带了一封书信 还有几颗宝珠 走到半道上 让强盗给我截到山上去了 截到山上之后 我在树林的里边 逼得为之要上吊 救这个秦穷 把我给救了 不再说把我救了 把那宝珠还给要回来了 是这样 我拿宝珠才回来见你 我跟您说过这事 您还记得不记得 这个秦穷就是救我的那个人 现在不知道他为什么 他装成成大油筋 跑这挨展来了 王爷 这里边有出路 不对呀 嗯 靠山王杨林听上官邸 讲说了这一番话之后 杨林说是啊 古王我还记得 当初你跟我讲的这段事情 那他为什么冒充 成大油筋呢 王爷 我也不知道啊 这您最好把他放回来 当面问问他 看看他这是中的什么病 来呀 把那个人翻过来 王爷的命令一下来 外边装绝上 把秦穷 给解开绳了 从装绝上解下来 但是身上还被绑着 秦穷被推进来 来到帅户堂上 秦穷在那一站 上官邸看了看秦穷 千二哥 还不给王爷建礼 到这时候秦穷 不能在这帮着了 他伸刀往上 单膝点地 小人给王爷建礼 好山王杨林往下看了看他 你叫什么名字 秦穷说王爷 事到如今 我也不用蒙着 不用盖着了 小人的本名 姓秦名穷 自书宝 哦 照这么说 你不是常义林 小谷山结荒岗的降马 嗯 小人不是 你不是降马 为什么在此冒名顶替 即降马担罪 从事将来 王爷把脸沉下来了 杨林心想 你替降马顶罪 这说明你跟响马是一伙的 我也轻饶不了你 秦穷说 王爷 现在您既然问到小人 那么小人我就 从事跟您说吧 王爷 小人我 是在济南府 镇台老爷 唐碧手下当一名棋牌官 自从6月24 长江林小谷山 截黄杠的这件事情 出来以后 整个山东为之震动 王爷 您亲自发下了 龙皮公文 限期破案 三个月破不了案 从唐碧唐的老爷 到下边各州县的官员 九州六府 138县 这一堂官员 全部都得罢官免职 充军发配 后来 曹刚中也 来了公文 说不但说 把这堂官员 要充军发配 罢官免职 还要把抓拆办案的 所有的 三班总役的马快们 也都要贬家为民 王爷 您身居高位 不知道我们底下 大伙是怎么活的 是怎么过的 我呢 原来是山东济南府 历城县的三班总役 马快头 在当马快的时候 有很多朋友 这些朋友们 跟我可以说是 交情过命 这个案子出来以后 这些朋友 几天之内 毫无线索 破不了这个案子 大家眼瞅着 面临着饭碗子被砸 生活没有着落 所以有的朋友 托我们那个 原来的县太爷 找到了府台衙门 唐帅呢 就允许把我借回来 让我帮着破这个案子 我犹打府台衙门 回来之后 来到历城县 我跟着三班总役的 这些马快弟兄 一起 查访这个案件 可是查访了数日 没有消息 王爷的公文 一道紧接了一道 眼瞅着 山东九州六府 一百丹八县 这堂官员 眼瞅着 所有的衙门里边 这些抓财办案的 弟兄 都面临着 罢官免职 贬家为民啊 我那历城县里边 原来的我们几个 故郊 他们家里边 就指着这点 凤露银子吃饭 饭碗子一砸了 他们就没法活了 所以我前思后想 这件事情怎么办呢 王爷 只有说破了这个案子 他们才免于追究责任 免于受到您罢官免职的惩罚 这小人我苦思无忌 没有办法 我就想了这么一个捉笨的主意 我想 我就冒充 成大幽金 到此盯罪 我把王爷您惹怒了之后 让王爷您把我给斩杀了 杀了我的人头 我自己死了 我觉得我死 真的 小人情愿 以一人之死 换众人之生 以一人之死 成全我故郊 弟兄的情义 故此我贸然而来 冒名顶替 冒充 成大幽金 万万没有想到 今天碰上了上官敌 把小人 精心策划的这件事情 完全给败露出来了 小人话已经完全说明白了 王爷 小人愿意 承受王爷的一切惩罚 秦琼把话说完了 这话说完之后 靠山盲 杨林在上边听着 这老头子心里边挺受感动 杨林一听 哎呀 这个人 他为了山东的一堂官 为了他的抓差办案的这些弟兄 情愿自己冒充罪犯 以他一人之死 换取众人之生 这是什么样的清草 这是什么样的人格 可言可惊 靠山盲 杨林听到这里 他受感动 杨林说来呀 把他的绑绳松开 上官帝在旁边一听 有门 王爷告诉我 把绑绳松开了 旁边有人过来 把秦琼的绑绳松开了 秦琼 你站起来 秦琼就在这站着 杨林往两个旁边看了看 你们都听见没有 这个秦琼 秦叔宝 他想以一人之死 换取众人之生啊 我不知道山东九州六府 一百丹八县这堂官员 他们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但是孤王在这里 我应该替山东这一堂官 感谢秦琼啊 啊 这个秦琼 可以称得起 是大义之人啊 秦琼 我问你 你父亲是干什么呢 秦琼说 王爷 我父亲 数个罪说 叫秦琼 是做生意的 早年病故了 家中只有母亲 还有我的妻子 两个孩子 秦琼为什么说他父亲 叫秦琼是做生意的 因为秦琼的母亲 老太太在秦琼小的时候 就这么嘱咐过他 秦琼知道自己的父亲 是南辰主 驾下马铭关的总阵 秦仪 但是老太太告诉他 你长大了 见了官府中人 千万不能这么说 老太太曾经跟秦琼讲过 说你爹秦仪 终于南辰主 大隋朝兵打马铭关的时候 金枪将秦仪 在城外边跟隋军熬战 杀死隋军将士无数 最后被隋军 把他也给杀死了 所以这个事不能讲 现在是大隋朝的江山 你跟隋朝一讲这个事 恐怕要祸及于你本身 所以对外的就说 他爹叫秦琼 这个做生意的早年病故了 这样的话呢 免去很多麻烦 所以今天秦琼跟杨林就说了 说我的父亲叫秦李 是个做生意的 辞了 杨林听完了点了点头 哦 我来问你 你的这对剪是跟谁学的 秦琼说我的这对剪 是跟一个好朋友学的 我这个好朋友 是武林中颇有名望的人 他的剪法初级 我跟他学的 哦 杨林说 秦琼啊 今天古王听你所说这些事情 古王对你的人格非常钦佩 我跟你一见头缘 古王有一言出口说出来 不知秦琼你能否答应呢 你先说这些事情 也认为是不是 小 Gotoh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 你能不知 你的力量 有事